我們要來看到的是柯文哲他最近的試驗風波難道又來了嗎 才剛選完這個立院龍頭也結束了 聲量是一波接著一波 原本現在是好聲量壞聲量都要了嗎 柯文哲說民眾黨很像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是精英政黨 關鍵點黃色字幫你畫起來了 如果規定有念大學的才有投票權 我跟你講民眾黨穩贏了啦 完蛋了這句話出來之後你再歧視嗎 你是精英的高傲嗎 你是瞧不起那些念國小國中高中學歷的人嗎 好你可以看到民進黨立委林楚琳說 柯文哲直接把那些不支持的人都當作沒讀書 每個片刻都在示範 什麼叫做歧視 王文威說了柯文哲這樣言論不符合民主常規 當然現在包括了周宇修 包括黃國昌 都在幫忙老闆講話 周宇修說民進黨對柯文哲就是吸反射 每個年齡層都是要爭取的對象 對民眾黨來講都非常重要 但是他沒有解釋柯文哲為什麼要這樣講啊 那黃國昌說柯文哲的原意是要 點出民眾黨仍然有許多不足之處 必須爭取跨越現在支持者的範圍 不要 域外界不要掐頭去尾 但真的是掐頭去尾嗎 話不就在這嗎 來 原哲哥你怎麼看 我們之前2024大選完我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他的年輕票真的是非常強 但他50歲以上的票真的是沒有到這麼的好 那現在呢他又講沒有念大學的 有念大學的人如果才能投票的話 就一定會選我 那50歲以上有些人可能是以前 國小國中高中高職 但他們一技之長養起這個家 他現在是把這些選民繼續往外面推嗎 對 我覺得這樣講確實是有點歧視 當然民眾黨的說法是說掐我掐尾 可是你這樣講的意思 其實這樣看起來就好像是說什麼 好像只有你都是精英政黨 就是只要有讀書的就會支持你 沒有支持你就是沒讀書 我覺得用這種東西去衡量選民 其實真的非常不恰當 就是說他標榜自己很精英 然後只有學歷高的人才懂得我 然後不懂得我的 沒有投給我的就是不懂我 其實這還是我覺得還是沒有跳說自己 還是他認為說高學歷的人比較聰明 比較聰明 所以才會投我 你們這些低學歷的人不會投我 不會明辨是非 是這樣子嗎 沒有讀過書沒有明辨是非 他可能他這樣講 其實真的很容易讓大家聯想到這件事情 對趙克文哲以前常常講這話 都隱含著這種意思你知道嗎 比如說他說為什麼這次他會選書 是因為年輕人都支持他的 他先說年輕人都支持他 可是為什麼年輕人投出來票這麼少 因為年輕人投票率比較低 那年輕人為什麼投票率比較低 因為像這種高收入 學歷高的這些年輕人 投票日都要上班 所以沒辦法去投票 我覺得這也蠻奇怪你知道嗎 奇怪為什麼高收入的年輕人 投票日都要上班 所以他講一講去都是別人的問題 是你不懂我 或者是你懂我 但是你因為什麼因素沒有出現 我原本可以贏的 都是因為學歷梯的拖累我 對或者是說我們這個社會 學歷梯的太多了 所以導致於我沒辦法贏 我是最好的人選 選選贏的我最棒 是因為我們這個社會上面 這個差的人太多 所以不懂我 我覺得真的不要這樣 因為要選舉的人 你應該要試圖去爭取每一票的支持 那民主社會本來就是多元的 沒有一個特別的族群 是在我們這個社會的絕大多數 大家都是 每一個都是個別的個體 你應該要想辦法 就是說讓絕大多數的人去支持你 而不是去劃分 我的市場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市場是最棒的 其他的都不OK 其實民眾黨 他們現在也是想要好好的發展 發展他們的政黨的發展 打2026或2028 可是你把自己這樣做的話 我覺得局限 我覺得局限 而且會讓人家聽起來不舒服 會讓社會充滿了對立 所以我覺得稍微修正一下比較好 高學歷是不是真的就很高傲 或許高學歷是高千倍 看看佩芬就知道 台大哈佛 你有看他高傲過嗎 佩芬你有高傲過嗎 那現在這個情況是 他講出這一種話 好 我就剛剛我前面 我前面先講 這一次大選很明顯 他的小草實力真的是很強 他最爛的就是50歲以上那些人 不支持他 我剛剛也提了50歲以上的 這些包括學歷的分布 恐怕就是那樣 但大家都是為了這個加稅 全民都撐了起來 現在他現在是直接把這些人 又繼續推出外面 還是他滿腦子是想經營那些小草們呢 我覺得柯文哲這種發言 真的非常不適當 就是先說他原本就沒有比較年長的票 他現在是想要把所有年長的票 直接就放棄了嗎 因為台灣有多少人 你說那個王永慶 大家說靜營之神 他也沒有大學啊 可是人家的成就 或是我隨便亂舉 或是說你光柯文哲的家族 你就要確保你整個家族的人 真的都有讀到大學 我不知道柯媽媽的學歷怎麼樣 可是柯媽媽顯然是對柯文哲 非常有影響力的一個人 如果你說只有大學以上可以讀 我相信他身旁非常非常多這些 偉大的這些他的家族成員 或許都沒有辦法求票 我覺得柯文哲他自己在發言之前 他要先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還是柯文哲現在還在一個 所謂的否定期 他不敢去接受這件事情 現在千錯萬錯都是第一個 都是別人的錯 都是別人的錯 是因為投票率低啊 投票率低是其中一個原因 其中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學歷不高的人 沒有投我啊 如果都是大學的話 就一定會投我啊 對啊我覺得柯文哲 他現在就是這樣子的邏輯 可是問題是他還把自己 比成這個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 我覺得這有一點想太多了啦 就是人民行動黨 他的支持者 也不只是大學畢業的人啊 對 如果只是大學畢業的人 他有辦法長年在新加坡執政嗎 我覺得柯文哲他自己 其實現在小草竟然對他忠心耿耿 他可以先不用這麼氣死去強調說 這些小草 就是小草現在年齡還不夠啊 小草那一天要上班啊 小草沒有辦法投票啊 不是全台灣都小草 所以導致我的支持度不夠啊 我覺得他現在與其一直去糾結於這件事情 一起處於這個什麼悲傷五階段的否定期 不如說好好去開拓一下中年人 怎麼樣可以開拓這些選票 遠比他天天強調自己的智商一五七啦 自己是高學歷 自己是醫生 我覺得遠比他強調這些 應該更能夠吸到更多的選票啊 賴一修 前面立院龍頭這一陣 陳昭芝是全黨救昭芝 因為他蓋錯這件事情 大家都幫陳昭芝講話 現在變成柯文哲失言之後 包括了周宇修 包括了太離譜的紅國昌 也在幫忙講話 原因是什麼 不知道把它怎麼圓下去啊 你剛剛講了 包括誰接電話 這些事情已經把它圓一次 現在光事件又要再把它圓一次嗎 這個以前 這個司馬光破綱就有 現在今日有我們這個民眾黨全黨救科啊 這我是覺得第一個 剛才我們都在討論這個悲傷五階段論嘛 那小弟因為是讀教育的 大家也知道 這教育心理學裡面 也很常用這個悲傷五階段論 這Corporate Ross 他這個悲傷五階段論 我認為柯文哲現在不是否認期啊 各位 他現在是討價還價期 否認期是什麼時候 否認期就是 如果投票率到85%的話 我就會上 就是舉那種不可能實現的例子 那現在討價還價期就是說 其實這個應該是 如果我們應該什麼條件 他試圖在補救他那個敗選的陰霾 那就是 這個也很 也不是我們講的 因為 討價還價期 他在討價還 他在blog 他在argue說 不對啊 應該是學歷要高 要大學以上才能投票啊 如果沒有大學以上的話呢 那我就想說兩個人哭暈在廁所裡 一個是柯文哲好朋友叫郭董 他是中國海專畢業 另外一個是最挺科的陳志漢館長 因為他是私立智能高職畢業的 所以陳志漢直接判定out 陳志漢直播可以關掉了啦 照柯主席的說法 那我是覺得今天其實民眾每一位 包括像保證在場都非常的辛苦 因為柯主席真的 大家其實應該不要讓柯主席 再繼續辦什麼小草見面會 應該要讓他 就是回家裡面 好好的就是跟自己說說話 修身養飾 對對對 因為平常柯媽媽也會打電話照顧 問他這個起居保暖嘛 那柯太太就是 我們佩奇醫師也很忙碌嘛 那我是覺得 他們可以全家一起出遊一下 出國一下 出國十天啊 五天 那把他媽媽 把太太帶著 然後出國好好的 其實這個沉澱一下自己的心情 讓自己可以恢復一點 不然一直這樣下去 真的沒有辦法 來 保證 你也希望你們主席可以先出國 休息一下嗎 我也滿想出國的 沒有 大選完之後都沒有時間休息 沒有 真的奇怪的話 就是呢 這個應該這樣說啦 我覺得柯P他的這一段話 當然如果你直接把這一段 解出來看 然後直接從字面上去看的話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你在歧視 然後甚至會覺得不太舒服 他其實真正想要表達只是說 民眾黨的確在很多的一些 支持者族群是比較偏中間 然後偏年輕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學歷是在大學以上 他其實本來應該只是想要去講這件事情 他只是分析說 我們的支持者族群比較多偏在哪一個領域 但是當他變成這樣子的詮釋方式的時候 然後再被拿出來看的時候 大家的解讀就會開始不一樣嘛 所以我覺得這的確是 這個接下來如果你相關的一些發言的話 其實也可以在留意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立刻我就想到 之前他本來有一本著作 然後裡面有提到說被人家說 你是不是說什麼讀藝術的不入流這件事情 我實在大家應該都很有印象 那這個也是一樣 因為他的那個寫法讓大家的解讀 變成說你在歧視 所以他後來的確也改版了 那跟大家說一下 當時那段話的意思是什麼 他是說早年在台灣的升學主義之下 逼得很多的學生 他可能沒辦法按照他自己原本的興趣 然後是才是所的去選他想讀的科系 而變成說我是不是要去讀醫科 或是我要去讀電機系等等 就是可能是當時那個氛圍之下 比較多人認為的什麼好的科系 那變成說這些人 他搞不好比方說對於藝術 對於音樂他是很有才華的 可是他可能不敢選這個志願 那變成就很可惜 所以其實當時 柯P只是想要強調這件事 但是當他的寫法寫出來之後 那你如果只看這一句話的話 就很容易會被作文章 然後甚至會有一些不同的解讀 現在還有另外一個直接爆料 是陳婉惠啊 陳婉惠說我今日最疑惑啊 來你看一下這一塊 北區港恩餐會友誼參加了 李友誼啦 李友誼參加了 宜蘭哲友會參加了 我沒訊息 點點點點點點 多無言啊 好 這事情完之後呢 好奇怪喔 陳婉惠再繼續發一篇 哎呀其實答案很簡單啊 我上次已經受邀了啦 東部可能也有港恩財會 大家不要見縫插針啦 陳婉惠你在幹嘛啊 你發生什麼事了嗎 這裡面有貓膩嘛 你怎麼可能點點點完無言之後 馬上跟大家講說不要見縫插針 這話題是你開的耶 好我們往下看 科辦犯人陳志涵說 感恩餐會皆為分批啦 分場次來進行啦 陳婉惠原有中央委員的身份 已經安排在1月24號的場次 所以晚會節你是中央委員 你比較大啦 不要來這種 沒有意義好不好 所以是這樣的 那周一修也說啦 民眾黨上週在文山區 辦過了幹部感恩查會 大部分有中央委員身份的 都有參加 特別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陳婉惠趕快 說大家不要見縫插針呢 還是已經被摸頭呢 還是已經喬好了呢 來 一修你怎麼看 欸我想問一下 就是周秘書長就是說 陳婉惠到底有沒有參加 文山區那一場嘛 講出來又 如果你有參加 他就不會這樣子寫 所以什麼叫大部分 中央委員都有參加嘛 啊到底有沒有參加嘛 另外蔡壁如算不算中央委員嘛 這是另外一個謎案 就是 不過可能是郁字旁的必是 那個土字旁的不是 我是覺得就是說 其實選後真的 其實對於民眾黨來講 是重點是reset 因為外來兩年多是沒有選舉的 那不管是我們剛才建議主席要reset 還是說整個黨都要reset 因為現在的狀況 其實民眾黨就是一直不斷的 在開啟戰場 然後開啟戰場之餘 內部又有很多不滿 因為你現在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新任的八任委員是重點啊 這個是重心聚集啊 大家呢這個群心俱要啊 舊的人呢一代新人換舊人 不是義兄 我有件事我真的搞得不太懂 蔡壁如這件事情完之後 民眾黨應該有警惕 誰要通知 誰要告知 誰要回報 不要再讓這種事情來發生 沒想到還真的發生了 又是陳婉輝 陳婉輝他做得不好嗎 他當過立委 他接遍了這麼多的事情 為什麼又是陳婉輝來發生 這中間民眾黨溝通出了什麼問題 人家說阿倫咬肉也有胖 你現在每次都完整 為什麼會出來感嘆 因為他其實忍過好幾次 上次北區沒邀他的時候 他其實就裝死你知道嗎 然後人家去問他說 有沒有邀你呢 結果他當時意思說他有邀 可是後來這件事情 有被亮哥還是誰有爆出來說 其實沒有他只是給人家一個面子 就糊弄過去 最好笑的是 就是一開始第一篇八方聲援的人 很多都中箭你知道嗎 很多人翻車翻在陰宮裡面 實在也不必要這樣 那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這個晚會姐可能他也 沒有想清楚他今天到底在寫什麼 我只能這麼講 那整個黨現在好像有一點混沌 那我是這麼誠心的建議 因為秘書長新上任嘛 給秘書長一點時間 那乾脆民眾黨就宣布說 截日期所有感恩茶會都暫停 我們全部改吃春酒 春酒的時候呢 我們就在總統府直接把凱道包起來 然後直接辦流水席 只要是你認為對民眾黨有幫忙 有功能通通來吃 不再個別令行通知 以此為見 一隻穿魚箭 千軍萬馬小草來相見 然後這事情就解決了